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的很可惜 在整个的环平书里面 有很多地方一字都不提 我们那地方有举人墓 我们那地方有很多的历史赌基 我们那地方有很多的历史遗迹 可是在环平书里面 他所疏漏的地方 我们今天会特别提出来 为什么这个环平书呢 会造成政府施政的这么大的错误 硬是要把淡水二旗里面 要把它移为平地 两年前 一两年前我刚才议会这时 我说内政部的历史 现在开始放消息 叫人家插桌子 买地盘 因为这第三个 你的代表不知道 结果 那边是一瓶头十万块而已 结果 六对三第三期开始买 要做第三期 改做第二期 第二期要改做第三期 所以我刚才议会把持住这时 结果 说不真是的 现在一瓶一万块 差到九万块 你看这内政部的历史 有要求 咕嚕没有要求 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看到旁边 淡海疫情 到现在计划人口 进驻不到一成 那我们再来算一下淡海淡水镇 非涉及 没有涉及的住宅 既然高达三成 没有涉户级的住宅 既然高达三成 这什么意思 这代表有三成 接近四成的住宅 房屋 是要么就是空屋 要么就是拿来炒作 要么就是出租 就通通都是营利用的 而不是做住宅使用 这么高 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空屋率 非自住住宅比例 我们还要在这里做这样一个 大型的新市政 有必要吗 没有 淡海新市政 一起开发20年 预计要入住13万人 到现在只住了1万人 空屋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淡海二期 淡海新市政二期 一点急迫性都没有 这个图是 居民们自己做工作坊 所以可以看到 黄色的部分是农田跟聚落 绿色的部分是丘陵 丘陵上面有树 然后蓝色的部分是水稻 沟渠 找这个 冰塘跟溪流 这么一个复杂的地形 如果你拿去征收 整地之后又变成怎么样 就像一起这样子 它的所有的纹理都被破坏了 它这么复杂 这么多样 这么精彩的 所有的珍贵的 不管是人文还是自然的景观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想这个大家都不想要看到 可以看得到 这左上 左边的这个高低差 对 是非常明显 所以二期一区的开发 跟二期二区的开发 都包含在今天的环评里面 可是呢 我们看这次提出来的环境影响评估 它在二期一期的部分呢 这里有提到开发计划 以及后续的土地使用分区 可是这里完全没有 这里只做了现况调查 换句话说呢 将来这个二区的开发量体是怎么样 将来会对这里的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它这里没有提 它只做了现况调查 这就类似中科三期 它投过了 它这整体开发过了 可是后面要进驻什么样的开发内容 没有讲 换句话说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 只做了半套 所以我们要求 这样子只做半套的环境影响评估 应该退回去 台湾的环境影响评估 长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如果大家了解环瓶 你可以看环瓶法的第四条 我们的环瓶 在应该要包括 社会经济环境的面向 也就是环瓶 它是个整体的 它绝对不包含 只是一些技术层面 水污染多少 土地污染 空气污染多少 这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层面 环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就是社会经济的影响评估 在美国把它称作为 社会影响评估 英文叫做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简称叫做SIA 我们的环瓶法的第四条 有SIA的一个规定 但是我们实际在运作 我们非常缺乏这个部分 抢救大海 退回环境 抢救大海 不要投机房产 我要永续农村 不要投机房产 不要投机房产 我要永续农村 我要永续农村 我永续农村 accumulate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